因为我在戏里面有非常大量的 关于建筑的专业名词的术语 经常我剧本上可能有一两页纸的台词 就是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的那种 这些是浦江营造像设计出来的 中华大陆设计器 这是一座完全和中国传统系的工业建筑 零一把大屋顶下是斗口万设大红楼的一部 广江自身经常是通过传统区的这部工具 十字级的传堂有前后东西自动 水电设备 电梯两部 每程是经配有庞口全部 而防传用的许款带呢 可以在室外温度达到零度的时候 保证室内可以有22部 每一层经配有厕所 洗漱间消防设备 所以它只是外观部 但是内部功能强大 所以我传统区不应该是维护 就应该来审存力 就算可以 这是偏盼的成统 而不应该像我这样全体否定 纯品不会说话 需要我们一代人又一代人 用创造性的方式去听听对话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 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地方 看了一些关于那个时代的 关于建筑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书也好 资料也好 就感觉如果你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了解的话 你在背台词的时候 你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就连续几天 你才能把这些台词背下来 不如要打碟 好 我会吃什么 他會给他吃 有点